我們現在要上的內容叫做自由落體 所謂的自由落體就是從空中自由落下的 從空中自由落下的叫做自由落體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的手 比如說我們的手 拿他的東西 然後放掉 拿他的手 然後放手 這樣掉下來 這樣就叫做自由落體 你這樣子甩下去 就叫做自由落體 所以他是一個初速為0 初速為0的運動 他受地吸引力的作用 所以有一個加速度 他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 自由落體就是一個初速等於0的等加速度運動 而且加速度還知道 叫做9.8公尺秒平方 這個叫做重力加速度 我們叫做簡稱為基值 他是 他的整個狀況的來源 我們會在交牛頓2的時候 跟各位說 然後他會跟所謂的公斤重換成牛頓 一公斤重等於9.8牛頓有關係 那有的時候為了計算方便起見 有人會說 G等於10 那是題目上說 他等於10 就用10來算 題目沒有說 你就用9.8來算 你就用9.8來算 這個數字要倍 重力加速度大小 9.8公尺秒平方 這個數字是要倍的 OK 好 有關於自由落體的重要觀念是 這個 一個5公斤的銅球 一個2升級的鐵球 從一個同樣高度掉下來 請問你哪個球先著地 答案要記住 叫做 同時著地 為什麼呢 來我們畫圖 它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VT圖是一個斜直線 加速度一樣 所以就一樣斜 然後呢 在同一個時間 就掉到地面上 那這有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是直角三角形 應該叫做相似 但是面積等於位移 位移要怎樣 一樣 因為高度要一樣 相似面積要一樣 所以兩個三角形怎麼樣 全等 兩個三角形如果是全等 就代表什麼意思 它著地的時間是一樣的 而且它著地的瞬間的速度也是一樣的 當然他們的位移同樣高度也是一樣 你看就是同高度掉下來嘛 所以位移也是一樣的 所以相同高度的情況下 掉下兩顆球 一個銅球一個鐵球 他們著地的時候 會一樣 因為從高度 著地的時間一樣 著地的速度也會一樣 有一個東西會不一樣 我們以後學完公根的時候會出現 有東西不要以後再說 目前是通通都一樣 其實不只是我的五公斤啊 或者這個圖根本跟五公斤的時候沒有關係 所以是任何任何東西 不管是輕或是重 從相同高度自由落下的時候 都會同時著地 而且著地的速度是相同 這個是自由落體的重要觀念 Keyword Keyword 說同樣高度自由落下 所花費的時間一樣 著地的瞬間速度也是一樣 這個重要觀念請你要記住 關於剛剛講過那個同時著地 傳說呢 這個咖哩樂大人 在比薩斜塔 做了一個實驗 丟下一些不大小不同的球 就一起著地 這個實驗 到底有沒有錯過也搞不清楚 可能只是傳說而已 但是我看過有人 用這個來拍了一個影片 我當時沒有download下來 所以就沒辦法 每一個人看 就同時會 同時會著地的 因為古時候的想法是認為 重的會先著地 輕的會後著地 後來他說這樣錯了 大家會一起著地 那麼限時狀況下 的確會發現 感覺比較重的會先著地 比較輕的會後著地 那個是因為有空氣主力 摩擦力的關係 所以呢 會使得感覺 輕的會比較後著地 重的會比較先著地 那是有空氣主力的關係 那麼這一邊的考試 如果有考計算題的話 這個計算題很簡單解決 因為他就是出數為0的 等加速運用 沒有出數 是不是0 而且加速還知道 就是7 9.8 所以你大部分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你求計算呢 也非常的容易 非常容易 關於我們這邊所說的 另外 那位 咖哩蕩蕩大人所做的實驗 有一些東西 這裡有兩根管子 這根管子是抽真空的 裡面有一些屑屑 然後呢 我們把它 轉過來之後 可能看 有可能會看不太清楚 好 一起掉下來 他是一起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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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空的 所以沒有空氣主力的影響 這根管子 這根管子是 這根管子是有空氣的 有空氣的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會慢慢的飄 也會比較重嘛 金屬片會先掉下來 有的會慢慢的飄下來 哇 好美麗喔 就是 古人認為的 重的會先著地 輕的會 套著地的影響 就是因為有空氣主義的關係 就是因為有空氣主義的關係 那麼 同時呢 還有一個 太空人在月球做的實驗 不是阿姆斯狀 他的左手 他的左手拿一個羽毛 右手拿一個鐵錘 然後就會 同時會掉在地上 那個畫面的解析度不高 你要原諒他 這是四十多年前拍的 當時已經算是高解析度了 他說阿姆斯狀 右手拿一個羽毛 左手拿一個鐵錘 對 不要講話 他的右手 不是 對不起 他說他的左手 你要他的左手拿羽毛 對 右手拿鐵錘 然後準備要放下來了 那個畫面的 那個畫面比較好商量 對 我們 我們 放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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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他 他說 或者 這 所以就是在月球上 因為月球沒有空氣 所以呢就沒有空氣局的影響 所以羽毛跟鐵錘就會同時著地 如果在地球做誰的鐵錘先著地羽毛後著地 這次講過了 積穩的就是自由落體運動 同樣的高度掉下來 花費的時間一樣 著名的速度是一樣的 如果不要考慮空氣阻力的影響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